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期的公子视频 我最近要说一个事儿 就是拼多多中国的这个购物网站 APP这个APP 现在在美国被下架了 是被谁下架呢 被谷歌下架了 下架的时间是在上个星期 因为谷歌发现拼多多这个应用软件 含有恶意程序 那么这个其实是在最早 由俄罗斯的知名的卡巴斯基实验室 他们发现的 他们说拼多多这个软件 故意的削弱了用户的隐私权 和数据安全 拼多多只是谷歌下架的 好几个软件当中的其中之一 网上有人就讲到说 拼多多的后门 使用了大量的手段 规避隐私监督和突破系统的限制 从而获取用户的精准画像 和促进用户转化 目前谷歌正在对拼多多 这个软件的安全性进行调查 前两天刚跟大家分析完 抖音的Ttalk 在美国的这个国会的听证会 另外也跟大家分享了 佛罗里达州的参议员 努比奥他的一段 要进抖音的理由 第一个问题 有没有什么情况 一般こう当家的企务 当家企务的关系 Not in the way 我们认为这样的企务 Let me explain why In China number one they have a law called the National Intelligence Law And the National Intelligence Law of China requires doesn't ask for doesn't say we can go to court and require you to do this No, no it automatically requires the National Intelligence Law of China requires 每个中国的公司,包括 ByteDance, 都要做什么政府的政府都要做。 我们是在一个战场的战场。 我们是在一个战场。 但我们是在一个战场上, 但是无法战场。 我们在我们的国家有一个经济传媒体的优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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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 与人们希望以这种支持和更大的支持我们 我们可以重视被 tells us让我们允许 对人们来说 我觉得俄发的爆发,发似的老家 li人们的追权上发布了 贝 广望网红网红网红网 可以美人想想那些icoat 能否本身上了 Facebook或者 Twitter 嗯不在帮义 不在帮旅行 powered脾寫公司 老大的影響 那麽它們似乎 %这国 那麽 想看那 那麽 家中的 家中的 家中 一百多倍 多倍 多倍 而且 那麽 我们在这麽 它不是 不费 我们 我们需要 最新的 如果有法 可以取得 lid 这麽 不仿佛 有丹 我一直 一直在 但它 现在好了 拼多多被下架 拼多后门的程序 他如何的去窃取 用户的隐私 这难道不就是美国要进TikTok的原因之一吗 虽然同样的事情还没有发展在TikTok身上 但我想这也是原因之一 也是一种可能的威胁 只不过拼多多做的比TikTok要更加的粗糙 更加的过分 如果这个后门程序没有被发现呢 他如果做的更精细一点 或者说他现在还没有政治需要 或者说他产生出了很大的影响力 遍布整个美国 然后背后的政府要求拼多多也好 要求抖音也好 去为他服务 去做一些事情 说是有利于国家安全的 是有利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 你做不做呢 你敢不做 你这个企业还想不想活了 或者说你这个高管是不是活内委了 对吧 那这些中国企业就会按照中国政府的要求 共产党的要求去做一些事情 而且别忘了这些企业内部 他们都有党支部的 他们都有党委的 所以说现在拼多多被谷歌下架 只不过是这个他们的这个安全性没有隐藏好 当然也有可能他们疏忽大意 这个企业本身也许目前来讲可能没有什么政治目的 他们就是想多新一点用户 但是能够被及时发现 能够被及时下架 这就等于给我们敲响了警钟 换句话说就是这些APP是不安全的 这些企业是不地道的 然后他们背后的政府 又是一个自由世界的敌人 那这个时候 对于使用这些中国软件的话 是不是叫小心谨慎呢 那么美国参议员卢比奥 他支持禁抖音 那么现在他只是在国会 劝说他的同僚们能够立法来进抖音 因为美国政府要进的话 一定是按照法律来进的 一定是国会授权的法案 所以说这个就是需要很长的一段时间 需要一个程序 那么最根本的问题 其实卢比奥也谈到了 不是抖音是不是中国企业 不是抖音是不是有影响力 不是这个APP 有没有帮助到很多美国人 确实有 甚至是你在APP上面说什么话 讲什么内容都应该是言论自由 但问题是在于 就这些企业是由中国企业控制的 而中国本身这个国家 不是一个正常国家 它没有跟这些国家一样的价值观 和自由民主的制度 我说过改革开放时期 接受了中国 接受了中国企业 那只不过是因为 对中国有一个不切实际的幻想 觉得中国能够改变 所以大家对中国的体制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或者说想办法促进中国的改革 但是现在很明显改革不下去了 而过去在帮助中国 融入西方的整个过程当中 使得整个国家 整个体制越来越强大 现在我们看到的结果 就是一种国进民退 那么说到国进民退呢 最近有一个非常好的案例 中国新公布了国务院工作规则 对之前的内容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变 很多人都关注到了这条消息 中国国务院的工作规则当中的总则 过去说国务院工作的指导思想 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坚强领导下 后面讲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理论 三个代表和科学发展观 当然还有一个习近平的思想 结果这一次把前面所有的内容全部删掉 只留下了一个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并且多加了一句话 说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 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 和党中央决策部署 这就等于是再次加强了党中央习近平的集权 之前我讲过了中共的很多的做法 在此习近平的改革 这种改革都是在开倒车的改革 这个也是其中之一 那过去的那些领导 那些他们的遗留的东西全部删掉 之前也有习近平 但是今天习近平是分成两个部分 之前的那段话里面 讲以习近平为核心 这个没什么意外 因为在此之前就有什么江泽民为核心 胡锦涛为核心 对吧 但是现在改完之后 没有核心了 却有了什么 有了权威 权威跟核心可是不一样的 权威是一言九鼎的 是定于一尊的 是至高无上 他加上了集中统一领导 那请问集中到谁身上 统一到谁身上呢 对吧 这不言而喻了 我们再看后面 他删除了国务院工作的准则 包括执政为民 依法行政 实事求是 民主公开 务实清廉 把这权删掉之后 改成了旗帜鲜明 讲政治 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 增强四个意识 坚定四个自信 做到两个维护 然后坚决用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武装头脑 最后说 自觉在思想上 政治上 行动上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保持高度一致 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 政治领悟力 政治执行力 说把党的领导贯彻落实到 政府工作全过程各领域 不再执政为民 不再依法行政 也不再实事求是 更不再民主公开和务实清廉 这都不重要了 清廉不重要 为人民服务不重要 依法也不重要 重要的是什么 他告诉你了 就是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 保持高度一致 你只要听话就行了 然后第三章当中 删除了全面正确旅行 政府职能的内容 然后增加了两条工作原则 一个是坚持党的领导 这再次提到了习近平同时为核心的党中央 然后第二是坚持人民至上 你把具体的能反映人民至上的那些实际的工作内容给删掉了 你只留下一个人民至上这种虚的口号 而且你坚持党的领导跟人民至上有时候冲突 那怎么办呢 人民有利益诉求 跟党的利益有冲突 你站在哪一边呢 对吧 还是要坚持党的领导嘛 然后第六章当中的推进政务公开给删除了 这句话提到国务院及各部门要把公开透明 作为政府工作的基本制度 他把这段删到什么意思呢 就是不再公开了 毕竟嘛 未来国务院由李强 这个习近平的亲信为领导的这个国务院 他存在的意义就只剩下为领袖分忧 这个效忠领袖了 执行领袖的任务 所以做的一些事情 你就不能公开了 没法公开了 他第五章里边提到监督制度和会议制度的时候 他还删除了说各部门的这个执行行政复议法 加强行政复议指导监督 纠正违法和不当的行政行为 依法及时化解行政争议 还删掉了国务院各部门严格执行工作责任制 但是加上了一条 说什么 国务院建立学习制度 一般两个月安排一次专题学习 学习内容是什么呢 重点围绕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 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 他在第七章工作落实当中 也加上了这段话 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 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 总之整个的变化 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完全把国务院 不再当做这个国家的一个行政部门 取之移民用之移民 不再是这样了 而是把国务院变成了一个 习近平的私人的执行团队 他有什么想法 个人有什么想法 通过国务院去落实到全国 或者落实到基层 我们不要再说中国是一个国家 它的本质是一个党国 或者说它的本质就是一个党组织 而且是有个人权威的一个独裁的党组织 跟当年的皇权时代 没有什么太大的主要的差异 当这个国家最重要的一个行政部门 变成了某一个人的执行团队 那就变味了 彻底的这个体制就暴露出来了 这个国家变成了一个不只是党国 甚至是变成了一个人的国家 一个独裁者最高权力的国家 这就达到了极权的一个终极目标 就是彻底的实现了一种极权主义 人民被这个国家所绑架 而这个国家又被这个政党所绑架 这个政党呢完全的屈服于一个人的权威 历史上有无数的教训告诉我们 这样的体制一定会带来巨大的灾难 其实中国的倒退改革开放的终结 走向闭关锁国 走向这个开倒车的这个方向 这我们之前都讲过无数回了 但是我们又不能不讲 因为它是一个过程 它不是一朝一夕的事 所以我们现在就处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 很多人还被蒙蔽 看到一个什么事情就大呼小叫 但是长期看我节目的人都知道 我们早就对这样的一个大趋势 有了非常清晰准确的判断 所以看到这些新闻都从来不惊讶 只是觉得这是必然会发生的 同时也不得不哀叹中国未来的命运 好 感谢收看这期的公子视频 如果大家喜欢这个节目的话 欢迎点击订阅这个频道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